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伊奧 歡迎收看今天的一分鐘看神魔 先帶大家回顧剛結束的魔族代表地獄集 委託下的陰謀 先題外話一下 不知道官方是不是故意打錯字 委託的拖自動選字 照理來說是這個 但關卡名稱的拖是這個 自動選字的結果下 一定很多人是直接搜尋研字旁的拖 這樣一來可能會找不到正確標題的影片 所以我的標題乾脆索性兩個都打 在地獄集整體上就是在舒服給當期黑金拿破崙 不管關卡或成就都是 有抽拿破崙的絕對是輕鬆過 隊員甚至擺個四屬小怪都可以 沒抽了要通關是沒什麼問題 迪記也不是真的難道當前一線打起來有困難 但如果是大佬想要挑戰自己喜愛的隊伍 可能就會覺得很酷 不過好在是做給拿破崙啦 關卡裡自然不會出現拿破崙比較弱勢的其中一個無視減傷 所以等等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不死跟性對 通關隊伍說這邊只有122組 上次地獄集一樣不容易 但通關隊伍都還有160了 你就知道做球關卡的極致 通關隊伍這裡有沒有看到 索尼克就是剛提到的不死隊伍之一 遊蝦已經夠誇張了 這裡還可以看到史萊姆 往下像是剛練的搖靈 父親大人其實也都一樣的功能 很快就已經來到21年 拿到的小孩還是持續發威 木打擊這次就必須帶一張解鎖了 不然20C那關吼天將會吼到暴斃 另外嶄新的大獎二獎也有一些精彩的表現 到後面不用講基本就是被拔爛 純豬統計這邊有50個除了人以外的純種族隊長 一樣可以點進來參考參考 出場統計這邊最高的又是美少女喔 然後23名算是新面孔 剛好這關敵技都用的到 我一樣會把表格放在下方留言處 大家有興趣就進來逛逛吧 今天額外附上一張半年版出場統計最高的 可以看到美少女海放了第二名一百多次啊 真的是實至名歸的毀天滅地喔 OK 上次今天也一分鐘看什麼 大家對於地獄節還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